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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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她就有一点担心 因为Bobby喜欢搞笑 经常令一众拍档忍不住笑场 我们有时候就是看现在有一场就是前几天就是我做那个垃圾丑 其实我是忍不住笑 然后就其实可以是算是NG片 但是导演正气说 我就没紧要啊 蛮自然 然后蛮适合我自己那个角色 所以都没有删掉 然后这播出来我觉得很搞笑 张颖康缺席了之前的几场宣传活动 所以被传和拍档闹不合 不过其实她只是陪家里人去了美国度假 而刚刚回到香港的她就立即出席这天的活动 用实际行动打破传闻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出来宣传呢 其实是我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太太陪她回去美国去玩 所以刚刚 她宁可去玩也不来我们的宣传啊 因为我不能回来 我想回来 但是那个机票已经订了 订了一次我不能够改嘛 所以就没办法 吕慧怡这天就带着老公和儿子一起到场 实行预工作与家庭乐 虽然一家三口玩得很开心 但她就有些抱怨 因为拍档张颖康没有带女儿来 吕慧怡没办法介绍两个小朋友认识 介绍你的女儿 对 介绍给我的儿子 认识一下 但是我的女儿比他的儿子大 没关系啊 现在是21世纪 你看看她的眼睛 发光了 没有多少钱 你不要这么现实好不好 也要算一算嘛 我要为我的女儿的前途搅赏嘛 我不跟你讲话 你继续不合吧 刘佩月这次饰演张颜博暗恋的对象 不少观众都赞两人很配 他们除了很开心 也说希望有机会 以情侣当出席活动 其实两人除了拍剧之外 早前还未聚集合唱了一首歌曲 哇 其实她俩也可以组个组合哦 有没有想过跟她一起来 对啊 我们其实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当一个组合 对 当一个组合 可能可以写一些歌曲 然后就 sweet的吗 要看她 都可以 都可以啦 那所以我们是有 一开始合作的时候 是有一个磨合点的 那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默契 拍照啊 做访问或者是 我不知道啊 都有一种默契吧 其实我们弹钢琴 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还有真的弹得很好 有一些时间我看到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准备 就已经 就可以一起的合作 对 怎么回事 发购